小花手上涨了瓶胶水 它能粘住任何东西 无论是破碎的盘子 还是开线的包包 都能通通搞定 就在刚刚 小帅正悠闲地泡着澡 突然手指被蜥蜴咬了下 顿时头晕目眩 再次醒来后 手上就多了瓶胶水 这是怎么回事 正在这时 传来一阵破碎声 原来盘子打碎了 上面还有母子的合照 只见小帅伸出手指 把胶水挤到裂缝处 一道金光闪过 盘子就恢复如初 只要点了赞和关注 你也会拥有超能力 随后它就多了份副业 破碎的东西 通通都能粘好 不仅如此 它还能抓小偷 制服坏人 甚至还把溺水的大象拽了上来 因此媒体纷纷报道 它频频登上热搜 人人都想拥有金手指 可这天 沾眼镜时 突然发现浇水没了 怎么挤都挤不出来 难道是没点赞和关注 超能力失效了 正在这时 传来刹车声 一个大胡子喝着番茄汁走了过来 原来他是超人联盟会长 特意邀请小帅加入 可他没了超能力 小伙说不用担心 再买一瓶就行了 而且要多少有多少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女孩摘下头上的纱布 竟然露出第三只眼睛 这是传说中的天眼吗 男人还在惊讶时 女孩说 我就知道你肯定接受不了我 下一秒 他就被小帅搂在怀里 女孩非常激动 三只眼睛都流出了泪水 因为小帅根本不在乎这些 女孩哭得更加伤心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小帅的脖子上有第三张嘴 正咔咔吃着微化饼干 突然女孩抬起头 说这是什么声音 小帅急忙把他搂到怀里 因为他不想跟女孩分享饼干 随后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突然女孩又推开小帅 说又听到声音了 不过又被躺塞过去 就在刚刚 小帅想吃微化饼干 正在这时 女孩走了进来 他急忙把饼干藏到身后 放到脖子上的嘴里 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画面一转 这个女孩吃了口饼干 没想到一个小伙凑了上来 一点点往前挪 把女孩挤到墙上 他非常害怕 眼珠不停地转动 随后男孩张开嘴 想要吃饼干 下一秒 女孩眼中放出金光 把小伙弹飞出去 人可以动 饼干不能碰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这是传说中的饿死鬼 他骨瘦如柴 嘴巴比针孔还小 吃不下任何东西 这天看到了丰盛的食物 他非常兴奋 伸出九米糖的小手 拿起一只北京烤鸭 就往嘴里塞 可嘴巴太小 怎么都放不进去 又拿了一只松花蛋 可还是吃不了 把他缠得直跺脚 最后端起一碗银耳连子羹 可还是吃不到嘴里 都把他急哭了 正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他扭头一看 是一个胖胖的饿死鬼 这可把女人吓坏了 端起盘子就跑 瘦子问 你怎么这么胖 他也不藏着掖着 拿出了秘密武器 超级迷你小饼干 而且还带巧克力夹心 外酥里嫩 非常好吃 他急忙撅起嘴 可第一个弹到了耳朵里 第二个塞到了鼻子里 第三个打到了脸上 第四个才吃到嘴里 他跟打了兴奋剂一样 高兴得跳起了舞 急忙掏出大哥大 拨通名片上的电话 订了半包迷你饼干 不过却被胖巨人嘲讽了几句 半包还不够塞亚缝的 原来他也有过挨饿的经历 当时什么都吃不进去 小男孩看不下去了 拿起饼干 放到弹弓上 用力一拉 就射到巨人嘴里 为了不继续挨饿 他在舞吧上找了份高薪工作 从此实现了饼干自由 想吃就吃 无论多快的速度 他都能轻松接住 还练成了独门绝技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 猜到答案的一定要告诉我 一个性感美女 从洗衣机里钻了出来 男人见状非常兴奋 上去就想占便宜 不料却重重地挨了一巴掌 这时他却说 我不喜欢暴力女人 于是许下第二个愿望 一定要非常漂亮 而且温柔 清纯 听话 有女人味 半小时后 洗衣机门大开 紧接着伸出一条大长腿 一个美女走了出来 他先整理了下衣服 随后抬起头 露出灿烂的笑容 小帅还有点紧张 他们先去购物广场转了一圈 妹子非常高兴 主动挽着小帅的胳膊 还把头凑了过来 吃饭时 小帅也不老实 慢慢向女孩靠近 女孩见状 闭上眼睛 撅起了嘴 可小帅亲了半天 什么都没亲到 睁眼一看 发现人没了 地上只有一件衣服 原来洗衣机里出来的东西 一天后就会消失 想到这里 他非常兴奋 因为这样 每天都可以换个女朋友 而且形象气质各不相同 有漂亮的职业女强人 有给他喂饭的妈妈型女人 还有污蔑妖娆型的 可这天逛街时 被前女友看到了 他非常伤心 一路跟着小帅 见他给女人买一百克拉的钻戒 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天在洗衣店 他看到小帅又换了个女友 出手非常大方 见小帅出去后 他慢慢走进洗衣店 上来就去抢女人手上的戒指 可惜力气不够大 被推到凳子上 他非常伤心 对着洗衣机说 希望小帅变回原来的样子 下一秒 小帅就出现在洗衣机里 随后从里面钻了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洗衣机 想取什么愿望呢 一个99米高的巨人来到小镇上 吓得女孩哇哇大叫 眨眼间就来到近前 原来她在寻找老公 客人们根本没看见 于是快速朝城内走去 这里晚上人真多 吓得人们四散奔逃 随后来到一处小房子前 她四处张望 依旧没发现小帅的身影 只好朝前走去 她边走边喊着小帅的名字 来到一家宾馆 而小帅正跟情人一起 在窗前看着小美 突然她闻到熟悉的气味 弯下身子 跪到地上 从窗户里望去 发现了小帅 她非常生气 举起沙包大的拳头 把房顶砸了个大洞 情妇则举起猎枪 却被轻松弹飞 随后把女人钻到手里 就能把女人钻成漏泥 不过小美非常善良 警告一番后 又把她放了回去 不过小帅不见了 她一回头 看见小帅再快速奔跑 来到汽车旁 见小美走了过来 她急忙打开车门 想要逃走 小美弯下腰 伸出细嫩的小手 一把抓住汽车 抬了起来 随后用指甲打开车门 用力晃了几下 小帅就掉了出来 随后把汽车放到房顶上 正当她言行逼供时 一扭头 发现来了两架直升飞机 吓得小美转身就跑 小帅可就倒了眉 原来前几天小美开车时 突然前面出现一道亮光 抬头望去 竟然是一架飞碟 紧接着射出一道红光 能量穿过项链 钻到小美身体里 半小时后 红光才渐渐消失 吓得她急忙掉转车头 逃了回去 女孩手指变粗 金戒指就折了 她一屁股坐到凳子上 刚喘了一口气 项链就断了 鞋子被撑破 胸部慢慢变大 扣子被撑开 她越来越高 袖子越来越短 胸衣被扯开 眨眼间 头就撞破屋顶 露了出来 把大家吓了一跳 随后来到泳池中 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 第二天找来个医生 可她也没有办法 打算先做个切片研究 小美非常生气 用力捶了下地 两人就跳了起来 吓得医生转身就跑 可她没有放弃 又拿来一个大针管 小美听到声音 从大门里钻了出来 听到医生要给她打阵定计 还用牲口专用的针管 小美非常生气 手一伸 把针管抢了过去 想让医生先试下 吓得她连连后退 一不小心 还摔到了地上 随后小美站起来 用力一投 针管就扎到房顶上 晚上小帅把她约了出来 然后两人喝了一杯 没想到小帅说她是怪物 还要离婚 气得她一拳锤到车顶 随后站起来 举起卡车扔到一边 突然她觉得头昏眼花 站立不稳 紧接着双腿一卵 就重重地摔了下去 把房子都压塌了 没想到小帅转身 就去找三姐了 半天过后 小美醒了过来 来到小镇 抓走了小帅 正在这时 佛波勒赶到 吓得她转身就跑 一步迈出 最少有几百米 直升飞机都追不上她 没过多久 就出了小镇 突然前面出现一排高压线 她根本过不去 飞机赶到后 迅速开火 虽然小美体型大 但非常灵活 躲过了所有攻击 就连火箭炮都伤不到她 不过火力越来越密集 她终于招架不住 站立不稳 正好倒在高压线上 几百万伏的电流 从身体里穿过 根本挣脱不开 半小时后 就没了动静 正在这时 空中出现一架飞碟 射出一道蓝光 把她吸了进去 随后快速离开了这里 那么问题来了 地球上真的有外星人吗